随着智能型手机的用户越来越多 手机免费通讯软件也跟着推陈出新 现在台湾也有厂商研发新的软件 号称不但拥有其他通讯软件的功能 还能一次传十张照片 要来分时手机通讯软件这块大饼 它不是像那种的 App是小张的 所以就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这是现在最新的手机通讯软体 叫做M Plus 依次可以传十张照片 演艺圈现在很流行 不少艺人使用 上头很多Q版图案 还有可爱动物 这是台湾团队自行研发的APP程式 目标瞄准韩国来的LINE LINE进军台湾 还找贵伦美拍广告打响名号 不让他专美M Plus也找名人背书 究竟该怎么办 有了M加Messenger 给你传探台 盛竹如加网络红人蔡阿嘎 锁定的一样是年轻手机组 目前智慧型手机APP通讯软体 WhatsApp 简单的图文功能 录音档传讯息 韩国来的LINE拥有可爱图案 还可以自动帮你把朋友拉进社交圈 大陆的微信最为人称道的 就是录音对话速度最快 就APP 还有LINE LINE跟那个微信 目前LINE号称全球有近八千万用户 微信大陆民众爱用 也说用户早就破一亿 这些软体免费让用户下载 业者打的算盘就是庞大的广告商机 现在MIT的M Plus也加入战局 想分亦备根